一星期一本书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我是安东尼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不管跟谁交往 都要记住这十条社交潜规则 一 在吗 很多人微信有事找人时 习惯都先问一句 在吗 虽然这是为了表示礼貌 但是真的没人喜欢这样的开场白 成年人的时间都很宝贵 没空你来我往八百回 你得先说事 对方才能决定自己在不在 所以呢问候完直接说正经事 如果对方许久没有回复 就代表这事成不了 如果很久之后对方回复一句 不好意思刚才在忙 你也无需再重复一遍了 撇开这事寻常聊聊天 给彼此一个台阶 保留住周全和颜面 二 我回去想想 这个项目合作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和我老婆商量一下 现在抱歉身房真的很划算 我回去想一想 这个周末要不要一起出去吃个饭 我看一下有没有时间 其实这个回复背后的意思大家都懂 基本就是没戏了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爽快的答应 就是委婉的拒绝 所以不要再不依不饶的追问 非要逼人家想一个拒绝你的借口 切断以后合作的 无限可能吗 三 这事难办呀 人生在世 难免会遇到求人办事的时候 虽然有时候不是被敷衍 就是收到模棱两可的回答 这个事不太好办哪 但是恭喜你 至少说明这个事情还能办 人际交往最大的法则呢 是互惠互利 说得通俗一点 这个事情具体怎么办 就看你能拿出多少价值来交换了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也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帮你 遇上愿意帮你的那是贵人 如果没有 那就想办法让自己强大起来 少些求人的时候 四 我这都是为你好 生活中有太多人打着为你好的旗号 随意对别人道德绑架 指导别人的人生 我是过来人 你要听我的 我这是关心你 听我的准没错 你怎么那么不领情啊 浪费我的一片好心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呢 这些话不过是过过自己的嘴瘾 就是有一颗深藏不露的私心 真正对你好的朋友 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的 真正对你好的朋友 永远做的比说的多 五 我不喜欢麻烦别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周围的人越来越独立 他们奉行着 我不喜欢麻烦别人的原则 自己的事情自己看着办 有人认为这样的相处模式很舒服 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 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 不麻烦别人 也不希望别人麻烦我 其实这很正常 成年人的世界大家都很忙 自己的事都还没解决 哪有空帮别人呀 所以成年人的修养之一 就是不要随便打扰和麻烦别人 但是更重要的是 不要把别人的好心和善意 肆意回火 你要知道 别人帮你是情分 不帮是本分 六 原则上可以 原则上是一个很有技巧 也很傲娇的话术 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呢 原则上可以就等于变相的拒绝 说白了 原则上可以这么做 但是由于我们不熟又或者我不图你的利益好处 我为什么要帮你 原则上不可以 也是同理 规定上是这么说的 但是我愿意帮你 这件事就有灵活操作的空间 懂 七 怎么了 人在受伤难过 遇到困境的时候 总是希望身边有人可以陪伴 可有的人呢 你一有什么事就跑来问 你怎么了 不是真的关心 只是单纯满足自己的好奇 或者八卦心理 所以呢 不要别人一事好 就掏心掏肺地倾诉 你的真心话 要对值得的人说 但你要知道 人生漫漫 没有人会永远陪着你 你总要独自走过一段 属于自己的时光 学会沉默 才是强大的开始 八 下次一起吃饭 下次有机会一起吃个饭 这样的场面话 谁都听过 可是谁都没有放在心上 嘴上说着 下次再约 回头有时间一起吃饭 说着说着 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说起来有点惋惜 但其实我们都明白 成年人的再见 都是后悔无期 可人生苦短 有些人不联系了 就真的错过了 所以趁着春光明媚 想见的人就去见吧 不要等下次了 就现在 好吗 九 现在忙不忙啊 微博上有这样的一条建议 当别人问你忙不忙的时候 无论如何 你都要说很忙 因为根据经验 如果你说不忙 十有八九 对方会让你忙起来 确实 在职场上的忙不忙 是应用频率非常高的一条暗语 通常问出这句话的人 并不是真的在意你是否忙碌 他们只是想从你这儿 得到可以帮忙的信号 而且你永远不知道 对方强加给你的东西 会有多麻烦 所以千万不要急着答应 但如果是老板问询的话 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十 你在干嘛呢 有人说 在微信聊天记录搜 在干嘛这三个字 就知道谁在偷偷地爱着你 初听时只觉得有趣 细想之下 确实如此 没有人会闲来无事地关心你 喜欢你的人也不会常把我爱你挂在嘴边 他们把千言万语的牵挂和发自内心的喜欢 在对话框里呢 打了又删 删了又打 最后变成了一句 小心翼翼的问候 你在干嘛呢 不动声色地将思念的起伏 表达得克制 又动人 微信搜一搜 在干嘛 看看出现次数最多的是谁 不管是朋友还是爱人 都请好好珍惜 好了 这是条社交潜规则 没人明说 但很重要 愿你我都懂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 可以在文末点亮赞和再看 也可以在留言区说出你的观点 我是安东尼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